北京时间9月11日凌晨,一场热胜赛在中国队与巴林之间展开。 在上一轮的热胜赛中,中国队0比1布迪卡塔尔,而巴林则在比赛中2比2占平菲律宾,在最近的三次交手中,两队均以平均结束比赛。 值得关注的是,本场比赛也是高林代表国家队出战的第一百场比赛。 上半场,吴磊中注,哈马德施辽基,下半场,冯萧平显至对方乌龙,吴磊在中注。 最终,中国队0比0巴林握手言和,迎来本次任胜赛两轮不胜。 比赛开始,中国队率先开球。 第四分钟,中国队进攻机会,王瞳带球突破到对方禁区,但被对方卡入位置,未能完成传中。 比赛第九分钟,阿林队通过连续传递从右侧发动进攻,并在中国队的防守下完成传中。 不过禁区内中国球员得到皮球化解危机,比赛第十六分钟,无锡长传,乌磊进区内的球后,那些换过防守球员后一脚推射。 不过皮球机中门注出了底线。 比赛第十九分钟,正正放倒对手送给对方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,对方主罚后点赞并为形成威胁。 比赛第二十三分钟,阿林获得右侧角球机会,战术角球开出后,被中国防守球员破坏。 比赛第二十五分钟,张铃腾撞到对手送给对方任意球,任意球直接掉入禁区。 中国队禁区内一片混乱,好在冯霄停机时将皮球控制住几围。 第二十六分钟,冯霄停长传球着无垒,但传球过大,不过无垒依旧没,又放弃。 分率冲刺三十米,在皮球即将出底线之前,一个滑铲香球留在场内,在随后中国队的进攻未能形成威胁。 经过短暂的补水时间后,比赛继续,比赛第三十分钟,巴林快速反击机会,在湖顶位置完成一角射门,不过皮球直接高出衡量出了底线。 比赛第三十五分钟,巴林获得左侧脚球机会,依旧战术脚球开出,在连续倒脚之后一脚船中,进区内的巴林球员哈马德跟上电射。 不过未能踢中部位,踢球飞出有侧底线,四十二分钟,中国队进攻机会,无锡组织高林的球后巧妙直三,进区内无垒的球后倒地,不过裁判并未有所表示。 四十三分钟,将西哲中路的球后快速推进,在进区左侧突出冷箭,皮球踏着边往处了底线。 四十六分钟,无为代球突破为中国队创造一个讲求,皮球开出后无锡强到一点,手门人出击碰的皮球脱手后再度抱住。 上半场比赛结束,中国队暂时0比080,下半场双方一边在站,比赛第四十八分钟,无锡战术罢归拉倒对手。 吃到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,比赛第五十五分钟,巴林获得左侧脚球。 开到终点后,被防守球员闪到一点几围。 比赛第六十分钟,乌磊被防守球员放倒,中国队获得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。 李学彭主发直接开到点球点位置,封萧平的球后射门,皮球打到防守球员身上后发生了折射。 不过后点的巴林球员,及时将皮球解围出底线,中国队脚球机会,不过开出后并未形成威胁。 随后中国队继续进攻,无类的球后,在大进区挂左脚抽射。 皮球被对方门将挡了一下后,击中横梁弹了出来,比赛第六十六分钟,巴林获得左侧脚球机会。 开到中路后被防守球员解围,比赛第六十七分钟,中国队获得脚球机会。 余磊超主发被防守球员解围,万围的球后余磊超传中,扣点的冯销停投球攻门。 不过会能顶上力量,皮球被对方门将没收。 比赛第七十二分钟,中国队进攻机会,无类的球快速突破。 在进区内与对方门将发生身体冲突,扣倒地。 不过裁判依旧没有任何表示,踢十七分钟,中国队进攻机会。 使中国断球奔到身前,李学鹏的球后快速插上,在底线附近船中。 不过被对方守门员直接抱住,比赛第八十四分钟。 巴林球员因为附加动作吃到黄牌,随后余海也因为阻挡范威吃到黄牌。 比赛第八十七分钟,威士豪换下吃中国。 比赛第八十九分钟,巴林获得左侧脚球机会。 脚球开出后被余海敞到一点顶出,下半场补十三分钟。 但双方均未能打破场上将局。 最终中国队0比080,热身赛两场不胜。 中国队阵容,门将,十二年军令。 后卫,十四王头,五,张林鹏,六,冯萧亭,二十六郑正,中场,十五无锡,二十八指中国,十六马蹄江,前锋,七,吴磊,十八道林,二十七张西哲替补,一层城,二十三,张禄,三,李学鹏,四于阳,九阳旭,十,镇治,十七张城洞, 十九维士豪,二十余汉,超,二十一余汉,二十九赵旭日。